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沙利沃斯包覆指令篇 那這個包覆指令篇主要是運用在哪裡呢? 我們最常使用的是浮雕的一個特徵 那它也不一定只是浮雕 我們如果要做凹進去的指令也可以的 那它可以用在平面、曲面以及圓柱面 那這裡包覆指令因為它有版本的問題 有一些舊版本是沒有辦法在曲面上去做這個動作的 像是球體也是沒辦法的 那這邊各位不用擔心,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它的做法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這裡我們如果遇到說 我們包覆指令沒有辦法在曲面上做怎麼辦呢? 這邊我也會教導各位該怎麼去克服它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要先來介紹的是浮雕的一個指令 那這裡呢是一個包覆指令裡面的功能之一 那等一下會來介紹其他的種類 那這裡呢為了節省各位的時間 事先做好這些特徵外型 以及說這裡呢我們事先做好一些草圖 那這些草圖呢要是封閉草圖 或者是呢我們是用文字把它製作出來的 那這邊呢就看各位的需求 你可能是logo或是字都可以的 那這裡呢我們要怎麼樣看到這個包覆的指令呢? 我們從特徵列這邊可以看到 那如果這邊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從插入裡面的特徵 特徵打開之後呢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包覆這個圖示的指令 點下去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包覆的指令 或者是說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的指令裡面 點開來之後呢我們在指令裡面呢有一個特徵 特徵在打開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包覆指令這個圖示 我們把它往上拉呢就能夠新增然後增加這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指令了 那新增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包覆指令這個圖示 那這裡呢我們就先找到預設我們所做好的這個草圖 那這邊事先呢我們先要做好嘛 那這裡我先示範兩個 第一個是這個 假設我在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呢我點下去之後呢我們來按下包覆 我們進入這個指令之後呢 這裡第一個是浮凸嘛 浮凸完之後我們有找到了來源的草圖 然後浮凸的話我們要選擇這個面 這裡呢我們可以設定它的大小 看你要浮凸的是多厚的 我們可以厚一點或是薄一點 那這邊給各位去嘗試 假設這裡我是1mini 那做完之後我們直接按打勾 那這裡呢基本上它就會把這個地方呢做一個浮凸的動作 就像這樣子很輕鬆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在這個圓弧面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這裡我來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一樣進入包覆的指令 一樣選擇這個面 然後呢它直接做一個這個方向 那這邊我們可以去選擇方向性 那這邊一樣給各位去嘗試 你可以選擇這個集中一個方向 它就會反過來 那我們就選擇我們想要的方向 然後這邊呢是浮凸所以它會凸起來 我們這樣打勾它就會完成了 很輕鬆就可以完成它 那這裡呢其實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指令可以去完成它 那這邊呢我把它刪除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這個刪除 那我一樣是使用這個草圖 我要怎麼做出類似這樣的一個特徵呢 一樣選擇之後呢我們使用生長填料 這裡呢我們可以把它選擇自磨面的平移處 那選擇這個面 那這裡呢給它1mini 一樣我們去選擇它的偏移的方向 我們來看一下 看似是我們要的 好假設是這個方向不是我們要的 按一下反轉偏移 好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做出了這個形狀出來 好但是我們在用生長填料的時候 會有一個缺點 我們有可能做出來之後 我們希望裡面呢是沒有這一些 好直接這樣長過來 而是在這個面上長的 好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去選擇說 我要平移過來然後再生長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要知道說 我們要平移的量是多少 好相較雖然說這樣也能做 但是在做的過程呢會比較不便利 好這裡我們還可能還可以去算出 像是這個圓弧面的 好像是圓柱面的的話 我們這樣在做的時候呢就沒有辦法這樣做了 好那這邊就會比較困擾一點 那這時候呢我們用包覆指令的話 好就會變得很輕鬆 它就不會有裡面這些生長的一些特徵 好那這邊呢就給大家去評估一下 好我們要做出這個浮凸的話呢 我們用生長的填料也可以做 但是呢我們用包覆指令會更方便的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評估跟認識囉 接下來呢要示範的是凹陷的特徵 那這裡一樣我們先用這個長方形來做一個示範 一樣我們進入包覆的一個指令 選擇凹陷做法都一樣 選擇這個面它就會跳出來 那這裡呢給各位去設定它的厚度 那這邊一樣我用預設的1mini 那我們就看出來很輕鬆的呢 就可以做出這個特徵出來 像這個樣子它就凹陷進去了 就被刻出這個字出來了 是很輕鬆的 那像這個圓弧面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現在呢我來示範一下 那這裡呢做法都一樣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生長填料來做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我們按下生長填料 一樣可以做出這個外型 那前提在於說我們在這裡呢 必須要用一個平移 那平移的量呢要大於這個圓柱面 那這裡我給它一個設定值呢 是大於這個圓柱面 那這裡怎麼做呢 一樣是字抹面的平移處 那我們選擇的是這個圓柱的面 一樣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方向對不對 那這邊呢可以把它修改它的反轉偏移 然後按打勾它就會做出一樣的刻字 我們來看一下它一樣是能做出來 但是呢我們要多幾個步驟 那如果是我們用包覆指令的話就會蠻輕鬆的 那這裡我再示範一次用包覆指令的做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我直接點選面 那就直接做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方向的話我把它反轉過去 我要做的是這個方向 那做完之後直接按打勾 當然做出來結果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不同的方式呢 它的速度不一樣 那它的做法不一樣 那這邊呢一樣給各位去嘗試囉 那這裡還有一個曲面 那這個地方呢我留在最後一個章節呢 再來做說明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刻畫 那這裡呢一樣是包覆指令裡面的特徵 那我們一樣選擇了草圖之後呢 進入包覆指令選擇第三個刻畫 這邊呢一樣選擇面 那這裡它的做法呢 就有點像是分割線 它不是做出凸起來也不是做凹進去的 而是在面上呢割出一個外型出來 我們打勾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就把它做出來了 那這邊做法一樣 那我這邊來示範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曲面 那圓球面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呢 我們看到 這裡呢是屬於比較舊版的包覆指令 那版本比較舊的話 它能做的只是平坦 圓柱 圓錐 或是一個旋轉的面上 像是這個曲面 或是球體的面呢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當然新版的包覆指令呢 它有一個功能可以去選擇 能夠在曲面上去做的 那這裡如果你是用舊版的 那你想要用這個功能 該怎麼辦呢 假設我們做不出來怎麼辦 那沒關係這邊呢 有別的方式可以去克服它 我們在曲線的特徵裡面呢 打開來之後有一個分割線 那分割線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這個 草圖以及面呢 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把它做出來 那做法呢 跟這個 我們剛剛所做的刻畫呢 是一樣的道理 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呢 我做出來 刻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那做完之後呢 假設我們要在這裡 一樣跟剛剛前面 想要做一個浮凸 或是一個凹陷的話 同樣的在這個曲面 或是圓球面 一樣是在舊版的 包覆指令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如果你也想做的話 假設你要用深藏填料 但有些時候呢 沒有那麼方便 那該怎麼辦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運用一點 曲面的一個建模的方式 那這邊呢 我們在做之前 一樣要做出分割線 那做完分割線之後呢 我們到曲面的指令裡面 有一個偏移曲面 我們點開來之後呢 把設定值按成0 然後這裡呢 我們把這邊剛剛所 割出來的這些面呢 全部都選舉起來 就是你想要 凸起來或凹進去的面呢 通通選舉起來 因為我們有用分割線 所以我們可以去選舉它 假設這裡 我們都選舉完之後 我們直接按打勾 那這裡就會被我們做出了一些曲面的本體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些曲面本體呢 做一些 噢 深長的加厚 或是 一個除料 那這邊我就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這個S 我是要讓它是 凸起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裡有一個 加厚 我們把它按進去 我們可以選擇方向 兩個方向或哪一個方向 這邊留給各位去嘗試 這邊預設呢 我是用兩個方向 1mm 按打勾 好 像這樣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 我們如果要用凹陷的呢 我們就用這個 加厚除料 一樣我們去選擇這個曲面 然後呢 做一個加厚除料的動作 那這邊一樣給各位去設定 設定完之後呢 它就會做一個 凹陷的一個動作 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做凸起來 或凹進去呢 我們就要運用這個 偏移鈴 然後做加厚或加厚除料 我們一樣 就算是舊版的 包覆指令 一樣能夠做一個 浮凸 或者是一個凹陷 那這邊給各位去參考囉 最後來總結一下 包覆指令 那關於包覆指令呢 可能 比較少人會知道這個指令 那其實它用起來 是相當方便的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不知道 包覆指令的時候 比較常是使用了 深藏填料或醋料 來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那這時候呢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是空心的 而我們的草圖又是在 潛機準面 那這時候呢 就會比較困擾 像剛剛前面 我有示範的 我們如果是使用 深藏填料的話 有一些不必要的特徵 我們不想要讓它顯示出來 但是呢 它就會顯示出來 我們等於說 做完之後 還要再做一次除料 這樣子是比較不方便的 那我們如果學會了 包覆指令的話 這裡就會變得非常輕鬆 我們不需要再額外 多一個切除的動作 直接在這個我們需要的表面呢 做一個凸擊或凹陷 達到一個浮雕的功效 這是非常棒的 以及說 你可能有一些 弓箭上呢 想要刻制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一個示意 有時候 你可能是雷射雕刻 那用這種示意的話 我們會更容易 更清楚的看出說 原來我們這個地方呢 是有一些logo 或是字樣的 這樣我們可以輔助呢 製程 會更便利的 那這裡呢 因為包覆指令呢 它有一些新舊版的問題 所以呢 有一些舊版的呢 它是沒有辦法做出 像是曲面 或是球體面 這個功能 是做不出來的 它只能選擇的是 平面 或是 圓柱面 圓錐面 像這類的 那曲面跟球體面 是沒有辦法做 那這時候呢 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去輔助它 像剛前面所講的 介紹這邊 刻畫的單元 裡面有介紹到 刻畫的方式呢 就有點像是分割線 那分割線呢 我們在做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運用 曲面的指令 把它做一個偏移0的參考 然後我們可以做 加厚或是加厚出料 那它的做法呢 做出來的結果 就會跟浮凸 或者是一個凹陷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在球體的面 或是曲面上 做出同樣的功能 那我們就不用擔心說 原來我們版本是 舊的 那做不出來怎麼辦 也不用擔心的 那這邊讓各位去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防疫新生活 要戴口罩喔